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已经上涨了18% 但是最近所有的股指都从高点有一点回落 在这一波回落的行情中间 我们又看到在3月15号联储局的加息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里程碑 然后黄金股也稍稍有所回调 那中文投资网的所强调的这些股票还是继续上涨 请问中文投资网在这一轮的环境中间 如何跟大家分享你们至上的翘诀 没有问题 其实呢近来大家一直都知道 我们一向有一个VIP的直播服务 就是呢我们会覆盖这个美股的一个开盘时间 为大家做这个盘式的解析以及各股的分析 那么我们近来分析师所给出的一些策略 可以说是适合各类投资者的一个需求 比如我们最近有一位分析师 他就发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种期权的策略 就是他并不是说单单的去买卖这个期权 而是把期权和股票结合在一起 或者是期权和期权结合在一起进行一个操作 那么像这个操作的话呢是可以获得一个比较稳定的收益 那他在最近几周的这个收益 基本都是稳定在5%到10%的一个区间 可以说呢这个方法是非常适合一些去求稳的那些投资者 那么可能有一些投资者会觉得这个期权太过复杂 或者呢会觉得这个5%到10%的收益率可能还不够满足他们 那么的话呢我们在2017年初的时候 曾经推出过一支金股 那相信这个金股的这个投资呢 就非常适合那些想要追求更大回报的一些投资者 谢谢Kinsley 在期权的方面啊 最重要的都是要判断 判断趋势成功 不管您是买个股或者是做齐全都会有很好的报酬的 那在中文投资网也是一个以研究还有教育为主的股票财经投资网站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浏览 Kinsley 记得温文王在今年年初的时候代表中文投资网 推出了一支2017年的金股 这支股票目前的表现如何 这支股票今年的这个表现可以说是非常抢眼的 从差不多年初1.72美元附近 最高的时候是来到了5.18美元这个位置 这是52周最高 对可以说呢这个是差不多是200%的一个回报率涨幅在三倍左右 那么我们在年初头的这个17万呢 现在也是有50多万了 所以呢可以说这个股票的一个投资 那我当时沃任老师也是对这个股票非常非常的有信心 可以说呢他在这一波投资当中呢 也是给这个投资者带来了非常好的一个回报率 那么从这个均线图上来看的话呢 他现在这个均线是属于一个多头的排列 而且呢这个股价也是在一个非常稳定的上升的一个通道当中 那我们下一个给出的这个目标的点位是在8美元左右 而且呢这个股票它是有一个特点的 就是它的这个涨势是一波一波的 所以呢现在虽然短线上出现了一个小幅的回调 但是可以说是反而给投资者创造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入场的机会 那么我们也希望在年初已经错过这只股票的 这只金股的这个投资朋友 不要再错过下一波的一个涨幅 因为它下一个目标点位是在8美元左右 所以上方还是有非常大的一个空间呢 那么如果大家想知道这只金股的话呢 只要扫这个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或者呢可以加沃人老师的微信 沃人王2016 那么沃人老师呢就会把这个金股的一个投资的一个秘诀送给大家 而且呢我们中文投资网呢在2017年也是立志成为这个美股的新东方 就是希望呢可以帮助投资朋友赚钱 我们想做一个真正帮助大家赚钱的一个网站 所以呢这个股票这只金股呢可以说是我们在2017年给大家的第一份礼物 谢谢你 我在此也要提醒投资人 任何投资的股票呢都是有它的风险存在 在您听到这个代号以后呢必须自己做一些研究 并且请问自己心目中的专家投资结果请自行负责 中文投资网是一个在美国股市上市的公司 它的代号是CIX 最近在2017年我们也有看到爆量上涨的情况 CIX的前途如何 可以说CIX新开展的这个有关于医用大麻的这个业务可以说是非常成功的 给股价也是带来非常大的一个涨幅 那么我们之前给大家说过在这个特朗普当选总统的同时 那么加州等三个州呢是通过了这个娱乐大麻的一个合法化 那么在包括佛罗里达在内的三个州呢是通过了医用大麻的一个合法化 那么其实从这个2016年的11月份开始 我们就一直在挖掘这个大麻板块的一个投资的机会 那么最后呢是把这个重心就放在了健康医用大麻这个领域当中 那么现在呢这个特朗普的团队也是发表了自己的一些观点 可以说整个联邦政府他们现在是不太同意这个娱乐大麻的一个吸食 但是他们对于医用大麻还是持一个支持的态度的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最近一些大麻的股票出现了一些回调 但是我们CIX这个股票呢是不跌反涨的 那么在2017年的话呢可以说这个CIX的股票之后还是有非常大的一个潜力 大家都可以关注一下 好那么我们还是想要了解一下 因为我根据我来跟那个Warren经常在电台 每个礼拜都有做电台的访台 我也知道他也随着这种投资银行在美国的各地做一些road show 甚至还有到中国去 那这么大的动作呢的确也引起了华尔街一般的分析师对于CIX的重视 那事实上他是想要把这个生意呢做成双管齐下 用CIX做一个控股公司 那下面分为不同的部门 那在卖CBD油这方面有哪一些进展 并且CIX自从经过了road show以后 你对贵公司的业务的前景有什么看法 这个的话其实业务的前景我们从股价当中就可以看到 我们的股价呢在年初的时候只有0.4美元附近 那么最高的时候是来到了2.75美元 可以说这个是在六七倍左右的一个涨幅非常的惊人 因此可以看到华尔街普遍都是非常看好我们公司的这一项新业务的 那么有一个这个small cap的一个专门看一些小型的一些公司的一个分析机构 他们之前给我们给出我们的一个目标价是2.75美元 也就是我们在上一波的涨幅当中刚好达到的一个最高点位 哇 审准啊 对 那么我们股价呢因为之前出现那么大的涨幅 所以在短线上出现回调也是很正常的 那他现在给我们的下一个目标点位是在3.75美元附近 所以呢可以说在上方还是有非常大的一个空间 非常大的一个上涨的一个空间呢 所以投资者呢也是不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CRX这个股票 那么节目最后呢我们也是要给大家送出这个今天节目的一个礼物 哦 谢谢 对 温然老师呢也非常的大方 就是只要大家去扫这个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或者呢加温然老师的微信温然王2016 我们呢就会把这个神秘的一个白领的一个健康保健品 有关于这个大麻汉麻医用的这个健康的保健给送给大家 那么这个呢就是帮助这个白领的朋友去缓解生活上的一些压力啊焦虑 那么另外呢我们也会把这个2017年金股的这个投资秘诀奉送给大家 所以呢希望大家不要错过这个机会 谢谢 其实在美国的股市里面在上市公司的成千上万 如果能够跟一家上市公司的内部的人员进行非常close up的一种交谈 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 请大家加温然老师的微信号 温然王2016就可以获得两项奖品 今天节目已经到了非常感谢Kingsley 谢谢你 谢谢大家 好的观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 周乐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祝您周末愉快 我们下星期同一时间再会 拜拜